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是千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 PRB GTS 耐久積分賽第四站 在東京高速公路中央外環線 上一步的最後 J被換了台的渡邊跟翔哥追上之後進站 這已經是他的第二次進站了 這次進站一樣落到威斯林後面 不過就沒有落到最後 看來我已經是完全不行了 現在比賽還剩下53分 還超過一半 這已經進兩次了 這樣說不定 還要再進兩次喔 該說運氣不是很好嗎 進站剛出來的時候就被擋到 沒有辦法馬上追 還好只過來一圈威斯林也進站了 這時候千草追上了第一的財富 然後一下就過去了 財富發生什麼事情 跟起跑那個速度感覺像是不同人一樣 12 13 14 這比後面快一點點而已 美渡邊 翔哥快一點點而已 說不定是起跑的時候用了軟胎 用錯胎 因為重播BUG的關係 都看不到大家用什麼胎 全部都會顯示成銀台 如果剛開始用軟胎跑的話就有可能 重播 路邊慢下來 然後被翔哥超過去 加速一下吧 比賽過差不多一半的時候 比賽過差不多一半的時候 這裡追上了渡邊 又是這個景象 這裡一下子出彎直線 就過了 到剩下30分的時候 Rocket進站 剩下31分的時候 就過了 到剩下30分的時候 都被眼睛沾了 Rocket出來的時候 居然跟到財富的後面 要選內線還是外線 外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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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到牆壁了 好像沒有損失太多 哇 搞不好 真的75圈 現在已經49了 比賽剩下三分之一 Rocky靜靜搖著財庫 尋找著機會 視頻 1月給夥伴 是必要的 畢竟還是剛剛起跑的時候那個氣勢那麼強大才補 Rocky要貨不是這麼簡單 千草進戰之後再出來還是保持在第一名 兩台車一起打滑 哇!Rocky趁這個機會超車成功 頭吃哪滑 再來就都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比賽來到結束前的五分鐘 最辛苦的追了這麼久 終於趕上翔哥 可以看到第八名的火 在Peter 休息中了 實在是開不動啊 沒想到跑這一關九十分鐘會這麼累 剩下的時間這一道你能不能追上去呢 最後的緊張時刻 我覺得相對來說這一場 不像一般正規賽道一樣 會有工坊啊之類的 就是一直跟著一直跟著 然後看誰先 看誰先不小心慢下來 就會被敲車這樣 然後看起來又特別累 以後可能不會想要選這個賽道 因為我踩到牆壁 連續好幾次都踩到牆壁 然後離牆壁非常緊 等不過彎 看起來是開得很極限 這樣一直插橋下去可是跟不上的 而且花太多7萬日幣的話 說不定下一場就剩修囉 比賽時間剩下兩分鐘 距離好像又稍微被拉開一點點了 大概還有三圈就會結束 究竟追得上追不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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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磨到墙了 还有一半半 倒数一分钟 这里连撞了好几下 这是放弃了吗? 别放弃啊 不到最后一刻都不知道结果啊 45秒 这应该会是最后一圈 除非千草能够赶在时间到之前过中连线 看起来是越来越远了 没有希望了 好可惜啊 时间到 千草刚刚好 要准备回到终点前 74球比赛结束 恭喜千草获得第一名 比赛结果 第一名千草 野马 GR3 第二名 Rocky RCF GT3 第三名 财富 9E2SR 第四名 翔哥 BNW Z4 GT3 第五名 Jay GT2 Lismo GTN24 第六名 路边 9E2SR 第七名 威斯里 WRX GR3 第八名 千鸟 WRX GR3 经过扣分判罚之后 名次并没有造成任何变动 总分的部分 第一名 是翔哥 51.75分 第二名 千草40 第三名 Rocky 35 第四名 威斯里 28.25分 第五名 渡边 17分 第六名 千鸟 12.5分 第七名 財富 10.5分 第八名 Jay 7.5分 第四日站 東京高速公路 中央外环線 就到這邊結束 如果喜歡的話 別忘了幫忙按個喜歡 分享出去 訂閱 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新的影片跟直播喔 那我們這集就這樣 下一集再見 掰掰 掰掰 1 1 1 2 1 2 1 2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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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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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